砍树砍树发家之风 小弟你别砍了浪费时间 老姐你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 小弟拿得来到这乐器生存 你还砍什么书啊 赶紧跟我一起谈乐器啊 不不不 砍树才是师父之路 你那些破夜剧没什么好谈的 小弟你还真是每一眼光每一见识 啊 老姐你干嘛打人 人不放我我不放人 人不放我我必阻止 从老姐看哪 哎呦小弟你没吃饭吗 打人一点都不疼 你倒是死脸镜啊 第一次见那么小张千大的人 后老姐收拾吧 看我的连环掌 老姐你是小小吗 我手都打算了 还打不死你 不仅打不死体 自喊一直伤身了 对耶这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谢谢小弟的心情付出 在我血量变后 在这个乐器生存里 弹着不同的乐器人 获得不同的能力和效果 小弟有兴趣一起组个乐队吗 真的假的我总感觉你在宽我 是真是假奄奄变之 跟我来我让你见识见识 小弟我来给你表演一个宇宙不同的拉二胡 钱难道你拉二胡还能杀小鸡吗 没错你猜对了 我这二胡可不一般 能够发射攻击伤害还怎样呢 不就打个小鸡吗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老姐有本事去打野人 没问题打野人我也完全不在话下 哦发现野人老姐你赶紧上前打关呀 小弟招什么急啊就这两个差一击野人 我二胡远程射击伤两下就搞定了 你看 哇塞没想到这二胡还真有几下功夫 老姐你还有其他厉害的乐器吗 当然有了 比如这个古真能够用来控制生物可厉害了 耳听为虚言 这位师带我瞧瞧去 老姐全没有一群野人惯来袭 魔皇这数量看着多 但完全不是我小默仁的对手 看我的云律操控 我心这两个眼怎么忽然呼吼起来了 嘿嘿这就是古真的厉害 他们都被我控制了 没想到乐器都那么强 老姐再给我看看别的乐器呗 别的乐器现在不能给你看 实际三位伸手小弟你等等 什么臭老姐不想分享就直说 你竟然还装模装样骗我 哼我才不要跟知识鬼一起玩 哎哎哎小弟我真的没骗你啊 老姐真是不愤 给我看一眼怎么了 又不是要了他的命 至于别这样的理由堂舍我吗 算了下框瓦框去了 公有个野人 此路使我开妖虫尺 如果留下满命材 我呸 等等小弟这么在一人栽外 容易狗蛋我还是去找找他吧 臭野人看哪儿 哦还好及时感到成功控制住野人 老姐你别跟着我了 谁跟着你了 这路只许你走我不能走吗 我去找那么多野人啊 小弟别怕让我乐器实处嘛 一生敌因瞬间睡眠所有野人 臭老姐你果然就跟着我 现在这个重要吗 还不是因为你太太容易狗蛋 不然我才不来保护你呢 不跟你废话了抓紧时间干掉野人 等等等小弟你看 这股能够增加有发血量厉害吧 我们觉得你有给我加血啊 第一次用不熟练加错了给野人加了血 臭老姐我就知道谁被你保护谁倒霉 我求求你别再跟着我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小弟你等着 野人大哥我给你回去 谢谢啊 臭老姐你干嘛竟然把野人都不帮我 小弟自己说过的话不会忘了吧 我说什么了我让你别保护我 也没让你跟野人同流合污啊 小弟你住大海的吗 管那么宽我乐意救谁救救谁 别我求你了老姐 老姐谢谢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我小老弟摸起难忘 这还差不多 看你那么诚心回答给你整两件约气娃娃